《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这个9月10号那天 马云正式离职了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2016年胜选之后 在2017年 他不是要在1月份要总统就职演说吗 这还没来得及做就职演说呢 就在纽约川普大厦的家里面就准备接见马云了 你说那时候川普总统多忙啊 这一般人搬家都伤身 他那个时候还琢磨的什么时候搬白宫呢 你看 如果纽约再来一个家 美国政府的安保支出不得多一倍吗 当时这个小儿子巴伦在纽约高级私校的钱也交了 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说要带孩子留守纽约 不去白宫不去华盛顿了 所以当时川普还有这个公司的事也得交吧 对不对 不能再管公司了 当总统了 业务得交出去 这是忙活得很啊 搬家的事一大堆 结果还抽空接见了马云 谁牵的头呢 川普的女婿 华尔街的说客们 他们把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捷克马引荐给了川普 说这是中国的大富豪啊 于是两人举行了一次会谈 这川普啊 说这是一次伟大的会谈 这次会谈对于中共来说的确是非常重要 重大的一次会谈 他们呢 必须要确认第一 川普是不是能够像过去的几任总统那样 不管竞选的时候怎么样的雄心勃勃 说了多少狠话 只要一上岗 就得按照中共的指挥棒转 商人总统川普不就看钱嘛 他号称要给美国人带去更多的就业机会 好 马云出马 大老板身份去跟他谈钱去 然后再给他画一个大馅饼 给美国人带来多少就业机会 这看来是再合适不过了 当时还有一个背景是什么 咱们知道这个川普当选之后 跟台湾的蔡英文总统通过电话 这对于中共来说是非常糟糕的 外交上丢了一成的 要想办法给捞回来的 你知道吗 这个美国总统当选之后 先跟哪个国家元首打招呼 先到哪个国家去进行国事访问 是有讲究的 你可以看出他是重视传统的欧洲盟友 还是重视新的亚洲太平洋的关系 那么这就跟这个中共的所谓新领导上任之后 是去井冈山拜一拜呢 还是到西柏坡拜一拜呢 还是到深圳去接着再画一个圈呢 意味着他的意识形态上的追随对象 那么蔡英文电话当然不是说蔡总统拨号 川普总统就得接 里面一定要有川普的团队进行穿针引线的 这就反映了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新政府一个全面衡量的过程 换句话说 就是 川普团队中到底有多少亲台湾的成员 川普是不是以后要突出台湾在未来中美关系中的这个战略地位 在那个时候就可以开始筹划 从外交上的中共可以进行评判 那么好了 他打了电话了 那中共当然不傻了 马上要试水 你给他打电话 你能不能见我一个人呢 就通过自己华尔街那些在北京有很大的办事处 离中南海很近的那些办事处的基金老板们来引荐 台湾走的是什么 走的是议员、官员的关系 中共呢 直接走后门找到了川普家人 那么你想 川普如果可以见面 见面之后又给予正面的表示的话 就说明中共可以放下心来了 川普跟原来的总统差不多少 这下子在外交上也可以跟蔡英文打一个平手 那么既然是商业关系 这华尔街上市的阿里巴巴大老板马云就是最佳选择 不仅人物和背脊有了这么选择 还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 这个中共高层啊 它不让老百姓有基本的信仰 拆人家的教堂 烧人家的十字架 自己对风水对那些大师们 所谓大师们的话 深信不疑 马云见川普 他有一个充满诡异的安排 照中国老话叫做什么 叫一马平川 马云踏平川普 这气势上就可以把美国给震住了 这问题来了 川普身边的人难道没有给他介绍任何关于马云和阿里巴巴的资讯吗 要知道 马云的阿里巴巴公司当时正在接受美国人的调查 他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假货王国 他用美国获得的资本 强化着他损害和侵犯美国的智慧产权的力量 这样他不仅不可能造福于美国 甚至是美国价值和美国利益的敌人 难道没有人跟川普说吗 就连中国工商总局2015年都公布了个叫什么 叫阿里巴巴集团白皮书嘛 说淘宝网什么 正品率呀 是中国网络交易平均上最低的 36%出点头 也就说有63%都是山寨的假货 马云的背后权势就是这个时候彻底曝光的 一伙合伙人跑出来 轻而易举就把国家工商总局给灭了 逼着他跟阿里巴巴和好 这个事后来还导致不少美国的投资人 控告阿里巴巴 说他们造假 没有把这个工商总局的文件告诉美国的投资人 来规避风险 当时还闹了一些官司 那么究竟谁是马云的幕后主子呢 究竟是谁合伙站出来那么轻松的把国家工商总局给灭了呢 纽约时报当时做了个调查 其实这个报告调查不难做 你就直接分析阿里巴巴向美国证交会 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IPO申请书就知道了 那里面就暴露了马云背后那些政商关系 阿里巴巴的股东涵盖了中国的主权基金 有这个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的博裕资本 有这个陈云的儿子陈元 担任董事长的国家开发银行 还有谁呢 还有这个贺国强的儿子贺锦雷 他什么 国开金融的副总裁 还有这个谁呢 在延安种牙片给毛泽东送来一大车一大车银元 王震 他的儿子王军 中信董事长 还有这个中信产业投资基金也是他的大股东 这个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的老板又是谁呢 刘云山的儿子刘乐飞 再加上温家宝的儿子温雪松 新添玉资本也是股东之一 你们看 是不是 抢手如云呢 这就是马云独家获得运作网上银行 支付宝的特权的原因 川普难道那么傻吗 他就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对马云去接见吗 这样子的接见意味着两条啊 第一 意味着川普什么 你可以接受山寨美国的这个阿里巴巴 你可以接受这个侵犯美国智慧产权的企业呀 第二是什么 第二 意味着川普你可以接受这个企业 和马云后面占的那些红色国家资本权贵 换句话说 就可以接受中共极权体制 继续盘剥百姓的存在 所以当时看懂了所谓一马平川这一幕的 中共那边是高声喊好啊 可是在海外呀 好多人喊痛啊 怎么能见他呀 马云当时可是春风得意 表达了两个意思 第一 说我要给美国带来100万就业机会 你说他在中国说帮助中国小企业是一样的 他那个电商平台本来就是小企业的致命的敌人 所有的国家都知道 就像美国的Amazon一样 对吧 这种大型的网络平台 其实是对本地企业对容纳大量企业的那种实体企业 是致命打击的 在中国他摧毁了无数的小作坊 这个给美国带来100万 如果是围绕阿里巴巴的就业 那就意味着什么 剥夺一千万其他的传统岗位 他第二个 说的话就更不着调 更狂妄了 他说 中美关系应该加强 应该更加友好 你到川普大厦去说怎么做买卖 做贸易就好了 你怎么敢带中共外交部和领袖们来畅谈中美关系了呢 所以马云是什么样的人物 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川普当时对马云是大家称赞 于是让中共感觉到 他们得到了他们所有的预期那个心放下来了 外交上是不是跟蔡英文打平手了 你打电话 我直接一马平穿了 他们探封川普发现 不过如此 我们将一如既往利用美国的绥靖 继续权贵资本的扩张 一马平穿 马到成功啊 结果呢 一年后 美国没有期待马云的100万就业 反而支付宝的蚂蚁金服遭到了安全调查 阿里巴巴遭到政府调查 川普在进行了国内的税改大动作之后 全面展开了对中共的贸易战 一马平穿 川普没有摆平马云 跌下马来 你瞅他干的那些事 赞美8964屠杀 收编南华早报 解雇讲真话的编辑和记者 你说他做太子党的马前卒 终于是遭到了他的该遭到的报应 2.0版的公司合营 他当然不愿意了 是不是 他很清楚自己是怎么发财的 中国的政治环境呢 一方面 你知道吗 它可以让互联网公司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你别说你今天有称多少亿多少亿 多少亿的资产 你几年的努力 来一个几百字的红头文件 你就是灭顶之灾 当然这种灭顶之灾就是灭其他人的顶 保护那些有权贵参与的企业更大的盈利空间嘛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大劫的过程啊 那马云或者中国其他新一批互联网的富豪 之所以富可敌国 就是因为政府在国家层面上阻止了外国的竞争者 通过防火墙让他们做成了独门生意 政府想谁发达 或者准确的说 这一群王爷太子党想谁发达 谁就发达 马云还曾经说过 他说阿里巴巴始终坚持的信念是 只和政府谈恋爱 但不结婚 结果这一马平川回来没多久 他就遇到了中国经济的寒冬 在去杠杆穿透式沿监管的这种背景之下吧 一切看起来就不那么美好了 各位严重的是什么 国际形势变了 中美贸易战不断的升级 中共面临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常规的政治手段 常规的经济手段 都已经没有办法化解这次致命的危机了 怎么办 习近平从井冈山回来了 坚定的从明星演员大腕开始动刀嘛 什么范冰冰 他们就开始动刀了 牵抢明星的钱 他们又有钱 而且不会什么 不会因为企业破产的带来失业的社会问题 所以先下手 抢他们的钱 很快 这个钱也不够用了 中共就转向富豪 转向企业家 重演打土豪分田地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这是毛泽东告诉习近平的 所以马云也很快发现了 如果不尽早打算的危险很快就会降临 为什么 旁边一瞅嘛 万达集团王健林 有名吧 有钱吧 被限制出国 被迫出售资产 2018年7月3号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健 在法国公务考察的时候 从一面这么矮的一个墙上摔下来 死了 是谋杀呢 还是自杀呢 9月1号 中国电商巨头京东集团刘强东 在美国涉嫌性请美国的女大学生 中国的一个女孩 后来保释回国 什么时候动她 那不就是一把剑悬在头上了吗 9月11号 那个叫吴小平的 所谓叫中国的财经专家 写了一个题为什么 私营经济初步完成 叫接断中任的文章 就跟中共外交部说的一样 中英联合声明成为了历史 所以他的文章意思是什么 中国改革开放在历史进程中 说私营经济完成了它的历史中任 下一步就怎么样 收了吗 这就是吹响了公司合营的号角 马云当然消息灵通 没等这个吴小平文章发出来 他自己就在前一天宣布辞职 所以啊 这就是咱们说昨天马云辞职的这么一个巨大的 这么一个过程 这么一个背景 这一年过去了 我们其实很想知道 马云究竟是怎样安排他的财富 因为他说了一年后正式辞职 我们想知道他是怎样逃过这个 几乎是中国所有的企业家都随时遇到的这份劫难 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是在美国上市的 他帮助中共的权贵家族在海外挣钱 把钱留在了海外 并用海外的资金运作给各大家族寻求西方的什么 政治庇护来换取马云的全身而退 运作他的基金会叫做捷克马 马云基金会 保有了个人一部分财富 这就是他做的事情 那么阿里巴巴的这个整体架构 他交给这些太子党们呢 这太子党们他也不能伸手出来去经营这个阿里巴巴 他们也不会经营啊 怎么办呢 后来不是找了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CEO张勇吗 继续管理这个基本盘 但是不论是太子党捞钱还是马云 保命保钱都需要什么呀 都需要中共政权的同意接受啊 有这么几家拿钱的还有没拿着钱的怎么办呢 他们都得举手 都是代表某一个党员 代表着某一方势力呀 你还得对中共政权说的过去 怎么办 交出支付宝 这个别得罪国家籍的银行了 交出了杭州贵州的大数据中心 交给了国家情报国家安全部门使用 这样就可以换取太子党继续在这拿钱 换取台子党的安身 也换取了马云立命 马云搞了一个离岸家族信托 用那个信托实现了自己 西方人说的叫做 名下没有财产却拥有所有的控制权 这是西方人说的一种财务自由的状态 一种高境界 这个马云似乎是可以达到了这一点 通过这个分杖 它来主持分杖的这个权力 让各位权贵家族继续依赖它 依赖马云来获得现金 而自己呢把大量的海外资产 就放置在了英美法律体系下 获得基本盘的保障 这就是它一年干的事情 马云退休应该来说是要比这个 王健林这诸位大佬们 看到败的败 死的死 马云是要幸运多了 其实这些天我们就关注到在美国 其实美国政府也在干件事 是干嘛呢 它对谷歌这种超大型企业 启动大规模反托拉斯的调查 咱们知道这个自由市场经济 因为它不受政府干预 它往往可以催生企业的成长 但是一家企业 咱们知道一旦它做得很大 变成一个巨人之后 它获得对于这个政治 对于经济权力的控制权 就很大 这种过度的力量反过来会影响民主社会 破坏自由市场经济的根本 所以咱们看这几天是不是 美国也在打土豪 但是西方的土豪呢 跟中国当然不一样了 它是从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 不是中共那种通过国家手段培植的 国家手段本身就是违背社会公正的 那么打土豪的目的也不一样 美国这边是从保护公平竞争 保护更多的民众的利益角度出发的 依据的是什么 依据的是法律 所以在美国反托拉斯法 比如说调查谷歌了 这些企业它不至于死 那么土豪呢 也不至于死 在中国大陆的就不一样了 就俩字 抢劫 现在不是中美贸易战让中国变穷了 不是的 而是什么 而是贸易战它只是一个触发的因素 触发了中共统治中国社会 70年种种社会问题的总爆发 换句话说 是你中共统治先造下来的一个恶果 政权摇摇欲坠了 现在中共是不惜一切手 但要把什么 就把民间的财富抢到自己手里来的 你看现在 抢街道上的摆摊的残疾人 这是不是在抢呢 还在抢的 金融爆雷的那些什么养老基金项目、社保项目 各种以国家和地方政府名义的私募基金 这一爆一爆 一爆就是几万、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中产阶级 你看 从摆摊的开始也强 到你这个中产阶级也强 再到王健林、马云这样的超级富翁也都不放过 这样以来 这个民族 它的精英和它的财富 都在往外跑 都在流失 而那边政权就调动全部的资源 来试图顶住中美贸易战对它政权带来的致命冲击 谁都看出来 这船呐蹭蹭的往下沉 马云昨天正式退休 很多的朋友 很多他的同事给他送行人山人海 我们回顾中共改革开放这40年 红色家族 除了寥寥几个在政治斗争中落败的 绝大多数都是有滋有味的活着 而草根出来的呢 真正的企业 不管有多大的财富 是落花凋敝 就算活着吧 暂时活着的个个也是战战兢兢 这马云退休了 离职了 虽然是拥有了海外基金 拥有了控制权 你说他就自在了吗 他依然无法实现西方企业家拥有的那种财务自由 他挣几千亿 他都不自在呀 难怪当时这个比尔盖茨不是劝马云说 杰克 你也捐款啊 他一个划头 躲闪过去 你想他敢捐吗 背后都不知道哪个大佬就会骂了 这个穷小子 他敢拿我的钱去捐去慷慨去 没有我 他哪发财去 说这话还不止一个大佬 就算现在马云好像是功成名退了 辞职了 也是如履薄冰 有一个镜头 这几天也出来了 是他这个当年跟联想集团的老总柳传志 柳传志七十多岁了 跟柳传志一个晚会上有这么一段对话 马云说 说 马 差点中毒了 有人害他 柳传志安慰他说 没事 你不是唱歌唱得好吗 唱唱歌吧 想让宽慰他一下 唱唱歌吧 你说是啊 这个马云 他的歌的确唱得好 唱颂歌嘛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他这份运气 有他这副好嗓子啊 《江峰漫谈》 我们下回再见